我覺得也好 你問我,是否正確化 不是說我自己不去員工人,所以不參與 又不是想見到第一滴血 而一個問題是,這些問題 最終你也是要拿出來談的 那不如就拿出來談 現在只是第一個是將 現在比較好一點 因為這個起碼牽涉犯法與否的問題 應該有一條法律在這裡做 香港也尚算有法治吧 雖然有些人說,我不理你了 你抓不到我了 但是起碼那些人都會有一條標準在這裡做 然後到之後又會有其他 包括甚至不牽涉法例的 比如他原本的 所謂Ding的Privilege 或者其他東西的 都應該要一步一步 香港人是要看齊 不過當然,這個公平性 大家一定明白的 問題是,我現在反過來 從鄉新的角度 我真的不明白那時候 為什麼會支持由唐營轉去梁營 都明知道這件事會發生的 因為是阿爺 因為是吹雞 其實說真的 吹雞之後 那些人為什麼會支持他 他都不明白的 你問問六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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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個好 可能有一半為什麼會支持阿爺 因為是阿爺 應該是這樣 但是如果他們看得清晰一點 你都知道 打仗見這些一定是必做的 如果你不是靠去唐 如果不是的話 梁子英應該是民謀上不到 不是啦 所以這個 拭目以待 我覺得我們真的會吃身體氣 老實說 不是,真的很老實說 其實 你身上政府要把民謀提高 想想普通香港市民 和鄉新或原居民的對決 繼續拭目以待 看看會有什麼結局 休息一會 我們一會兒回來繼續休息一會兒 中四個月 從中四個月 中四個月 by bwd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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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wd6 by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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wd6 也不太爛,肥造的青春片 我深刻看過,所以覺得青春片輕鬆的歌也挺有趣 肥造的青春片一點也不爛,在美國也拍很多,而且很好 所以也不爛,其實也不爛 是你說爛而已 我看青春片也挺韌頂特別的 我自己挺喜歡看青春片 因為青春片就不想用腦子 可能會笑出來 很多時候都笑不到 你知道我的人就沒有什麼那聲年 沒有童年 比較冷 但我一會比較抽離看青春片 我挺喜歡看的,因為青春片不想用腦子 也是一個很放鬆的東西 第二,無論如何,無論中外也好 通常青春片也算是靚人靚景 美女,都是一些比較想心悅目的 始終你十七八歲,或者二十歲 都是一些比較人,比較靚的時候 有活力 又會容易看 第三,我喜歡看青春片 我覺得青春片很能夠反映到社會 文化的一部分 因為它是代表著 接下來的年代 那些社會現在是在想什麼 以前的青春片 我覺得美國有很多爛青春片 甚至現在很多青春片都很紅 我會從這些青春片看到 第一,社會有多開放 有多富裕 人們有多大無謂 有多少包袱 美國的青春片 真的是完全沒有包袱的影片 就算香港的青春片 你總是有些歷史的東西 你說什麼年代的青春片 八十六代的那些 我正在看張國榮 對,即是在說那些 而且他們社會性又強一點 現在又要想想你的希望 但美國的青春片 真的是完全沒有包袱 完全是Candy Movie 為何會有一群這麼幸福的人 其實是沒有東西想的 你說很無奈、很無靈魂 但不是,就是因為這些青春片 其實是拍出來給青春人看的 而這些青春人為何喜歡看 就是因為他們反映到他們 或者他們的心態 或者是比較認識到 證明他其實是很reflect到那群人 證明美國特別是 那群人真的 不用腦 一半是不用腦 那群人真的是一種 很無包袱、很幸運的人 所以我挺喜歡在這個角度看青春片 其實挺好的 現在好像半夜一套是說啦啦隊 是 其實我看過 啦啦隊簡直是爛到 半夜一套說啦啦 翻炒完後翻炒 美國那些 是電視還是影 電視 如果你喜歡看這些青春片 你去看J2的台 很多 J2都很多 每天都這樣 是 現在是 啦啦隊 簡直是一個常做的 之前有連續拍幾部啦啦隊 現在當然在電視上最紅是Glee 就是唱歌的 合唱團那個 有 美國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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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系列都很紅 其實很多 有很多 是Teen comedy 但又是Romantic 有些是Teen comedy 就是美國派 就不一樣 就是鹹濕之 就是佛山 鹽花 有些就是 啦啦隊 勵志 也有些 純粹是說Romantic 有幾款 所以 回去 突然說 就是 我今天選了幾首 都是來著一套 很普通 很普通 你不會記得的 一個美國的 青春片 我看了 就覺得裡面的歌多可愛 所以選擇出來 但反而這個題材 可以長得這麼多年 是很神奇的 這個題材是永恆的 青春劇是永恆的 青春劇是永恆的 永遠有青春劇 有青春劇 有青春的青春劇 也有對青春的回憶 但青春劇 美劇這麼多年也是這樣 但現在 你會看到一個社會 如果青春劇 又很沉重 又說歷史 又說什麼 要奮鬥 說到開始 只是說一些 無聊的事情 在學校生活 無聊的事情 總之 很甜 你就會看到 其實社會 其實是在進步 或者是在富裕 我不想說進步 進步有很多理解 但是在富裕 即是人們都沒有包袱 其實是很幸福的 但是是一個 挺好的反應 所以我自己 挺喜歡看青春劇 順便說完 我都比較少說電影 對 對 因為沒有人肯開電影的節目 讓我說 現在你都忙 還多開個節目 說這些話 已經太忙了 而且也少了看電影 但是最近 好像你看了《春嬌與志明》 沒錯 那你覺得好看 那你有看過《志明與春嬌》嗎 有 在你那裡看 我睡著 在我看嗎 在你那裡看 我沒有去戲院看 在你那裡看 我覺得第一集 反而較為悶 這一集走一些 比較搞笑的路線 而且這樣也寫實 也都寫實 所以我也是推介的 票房也不錯 現在都收二千多萬 二千多萬 應該圓無二 我可以收到三千萬 的確都是 多少人喜歡看 當然我當然覺得第一集是好看的 是嗎? 你覺得第一集好看一點 我覺得第一件事 這次不是不好的 有些人喜歡看第二集 但是我覺得第一 我不喜歡北京的元素 這個純粹 純粹 我個人 因為彭浩祥自己已經移民到北 不是移民 亦都覺得現代香港 如果要講中產的趣味 你總是有些國內的工作元素 但是我自己不喜歡 為什麼呢? 因為我覺得 《哲鳴與春嬌姐》第一集 有很多 有很多他吸引的元素 特別為何 那些人那麼喜歡 就是因為他第一 香港的文化 第二集 其實他有很多對白 是因為廣東話的妙趣 很吸引到你 你會看到《哲鳴與春嬌姐》第二集 你會發現 當那些人說廣東話對白的時候 你會變得正常 正常的 正常的 那個 mood 就會比較輕鬆 還有有少少喜劇感 但當他一說國語的時候 就沒有了 那些人就開始演戲了 不知為何 這個是有少少格的 但可能有些人覺得沒有這個問題 我自己看就覺得有點格 所以這是我第一句 不是很喜歡的東西 第二 當然我覺得 因為第一部電影已經紅了 第一部電影 很多人喜歡 將那段關係 serious 很老智力地說 那段關係 反而浪費了 第一集 建立了一堆配角 在旁邊的配角 令到那個故事 雖然是比較focus 那兩個主角 即出幾月之未 但那個立體感就少了 第二集也有配角 那些戲 我覺得 配角有幾個Friend 那些都不錯 那幾條線 那個線 第一集已經是有的 對 反而不應該太長的 例如黃曉明那段 那段 太多了 變得有點難 另外 其他本來有很多 很有趣的配角 反而沒有了 即是沒有落幕去做 我反而覺得 不只是這一套 但現在普遍來說 很多都是中港合拍片 其實就真的很破壞到 香港電影的市場 和文化 即是根本拍不出 一些有香港特色的戲 反而反而 老實說 我覺得 這個我覺得是有預謀 或者是有客業動機 沒有有預謀的 這就是錢的問題 這個沒辦法的 後面我覺得 就是那個agenda 就是要讓香港人 慢慢可以接受 其實說真的 第一套覺得很awkward 第二套就已經沒事了 第三套 簡直覺得welcome 第四套就覺得生活一部份 有感 有感 其實是你自己香港人 或者香港的老闆 沒有落力去 頂住 因為拍戲也賺不到錢 所以第一套 陶姐又是 又是硬要去北京 其實沒辦法 因為如果不是拍片 你沒有那麼多錢 但拍戲是一個 要投資相當大的一個藝術工業 所以 這件事我可以理解 所以第一集 志明月春季 你會覺得他肯 不是落很多成本 然後加這麼多 港式的趣味 即是很樂力做港式的趣味 其實第二集 老實說 香港人喜歡看 都是喜歡看他那一部份 但是這就是第二件事 第三當然會回到 我個人覺得 《出擊與志明》 當然是 在一個 愛情故事來說 算是寫得緊密 劇本 但是沒有什麼新的火花 而且我覺得他每一場都比較乞兒 特地這個線就是要說這件事 當然 黑衣劇都沒有問題 其實很多時候 你就是有一場 放大它 但是那個不經意 和譬如 如果回到《出擊與春嬌》 中間有兩三段 他們剛剛 孫華和余文樂相遇的時候 中間那個劇本的比較 不落 巢弱 和一個先落 有幾個不同的小節 這次就做不到 所以 總的來說 其實我喜歡第一套 多很多 如果你從一個 好像拍攝技術 或者劇本 可能第一集 是有它的味道 多一些 當然 做得更加厲害 多一些 這一集 我純粹覺得娛樂性豐富一點 是 這集是娛樂性豐富一點 這個我可以理解 還有 也有很多場景 或者對白 或者他們的關係上的發展 都寫實 我覺得 我也算寫實 不過有些拖 第一 為什麼它的拖 就是我覺得 始終這段關係 在最初的發展的時候 是不應該 這麼嚴重的 尤其是最後一段 拖得太長 這部戲也是挺長的 但是 即使是這樣 我也建議大家去看 因為都算是不錯的 港版片 即使它有很多北京的原術 也都是合白片 但是 它那個 Core 都是有一些 港式的味道 以這些港式的味道 都算是可以吸引到 香港人的 還有我覺得 那兩個主角 楊千華和余文樂 都挺typical 是香港男生 女生 對 那種 即是你感覺到 這就是彭浩祥比較成功的地方 就是他比較能夠 Capture 以及能夠容許那個演員 比較自然地去做 而且當然也有膽 令對白生活化 因為香港太多的導演 你拍攝那些警匪片 倒片 那沒有啦 是演戲 即是有戲 但是 有很多 硬想寫實 或者是 浪漫 或者是輕鬆的戲 他的對白都是寫到戲 沒有了真實感 而彭浩祥的確 在這兩套 series裡 是對白的寫實感 寫得出來 而且將中產 我不知道有沒有說過 楊千華是一個中下產 即是LOWER MIDDLE CLASS 余文樂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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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常的中產 這個關係 我覺得他在描寫 中產香港人的生活 很多細節上都有 iPad 各方面的東西 所以 我自己也認識完第二集 我沒有那麼喜歡 但也期望可以繼續拍下去 甚至我覺得 如果可以的話 尤其是有老闆 或者有肯投資 將這個 series expand 變成TV series 然後 寫實地 將它 尤其是 其實它有展現很多配角 在配角那裡更加 每一段都發展下去 但很難 香港電視台選擇少 怎會可以拍到TV series 雖然TVB不肯制過你 所以就是 多幾個電視台 競爭的時候 可以這樣想 但我覺得大陸網民 喜歡看香港電影 都是喜歡看你廣東話的部分 是的 尤其是現在 譬如說國語來說 那個 語言來說 都不是太豐富 譬如說 有統計計過 廣東話每個月都差不多有 三千個新的詞彙 這麼緊要嗎 對 很厲害 變成大陸人看廣東話的電影 其實如果你配國語給他 其實是差勁的 他喜歡聽廣東話 即使台灣也有這種演講 他喜歡聽廣東話 我台灣的同事都覺得 如果看港產片 要聽廣東話 他寧願看字幕 但要聽廣東話 他覺得都差很遠 即是比起配國語版的對白 是沒有了 他們都聽到的 所以劉翁剛才說 他們一到某些戲段 即是一不用廣東話 就好像演戲 因為你作為一個廣東人 你用慣用這麼豐富的語言 突然間摘住你 不讓你用這麼豐富的語言 用這麼乾的語言去講 那一套戲自然就要 而且我覺得 國內的演員 當然是他們自己比較紮實的演技 但是我們一旦 他們習慣做的那套做法 就是他們一做戲 那個模式 即使現在開始 這是一個威脅 就是國內都開始拍 什麼失戀 三百天 我忘記了 三十三天 三十三天 開始已經拍了很多 都是城市感強的片 因為他們城市生活變多了 是的 即使是這樣 雖然我沒有看 但我看看trailer 你會看到 即使城市感 都是要很硬 要做出來的 要刻意地做出來 而變成 但因為他始終實感不夠強 他只要交通法 即是他一定要交通法 令他的演戲 特意演出一個實感 就沒有那麼著跡 這樣 所以這件事 始終是說 產品還有少許優勢 就是 你看回春節音樂 就知道 一說國語 特意那些演員是好演員 但你會覺得他正在演戲 他沒有辦法 因為其實 如果你以前看大陸的電影 其實你把那些 轉成音樂方法就可以了 你不用看場面 其實他掌握電影語言方面 其實還要有改革 是 我可能有其他話說過 香港 你拍大片 一定歷史片 不會夠國內拍的 當然 千歸萬馬 始終你是一個城市的 生活品味的味道 始終你仍然是有的 所以應該要大力一點 去發展 而且這不是一朝一夕 可以 catch up 其他城市 不是可以說 我今天喜歡拍這些 我就有市場 或者拍到這個味道 就是因為 香港經歷了那麼多年 可能有英治時期的影響等等 還有這些人 本身就是活出了這種生活的品味 或者這種模式出來 你一拍就很有共鳴 但是剛才主席也有說 去到大陸開始拍 但不可能 因為他們第一個 City Life 根本都不得長 你有多少年可以 是不是 真是深入民深島 而且人們不會覺得 這是他們的生活模式 拍極怎樣拍 你多精彩都好 可能會覺得有些假 而且是強行營造的氣氛 你們沒有看的 劉華那些戲 但是劉華和拱麗那一齣 就是typical這個例子 那個名字 偷聽女人生 就是 說他們在北京和上海 這些大都會的生活 然後就是大陸人 和香港人的那種交往 但無論是大陸人看 還是香港人看 你怎樣都看不到 那種感覺出來 是 始終不夠rich 所以我都說過 香港一定是要 第一 當然是希望多些人投資 第二 你要保存到生活的品味 國際級的品味 讓那些人 雖然在鄉村 或者二、三線城市 他們喜歡看這些城市片 等於香港人 都喜歡看美國城市片 喜歡看日劇的 其實你都響往那個生活 所以你一定要 零然這個優勢 要發大 要是應該可以把持住 否則再掉下這些 你就再沒有任何其他軟實力的領先 等於台灣怎樣可以拍到 那些年 他也是獨特的culture 其他可能鄰近地方 甚至找不到取締 他拍得很放大 又有共鳴 或者大家看 又可以勾起很多不同的回憶 感覺 又是成為一套成功的典範 不過剛才說 為何說廣東話 又味道一點 這個也是跟文化背景有影響 或者歷史有遠遠 南方的人始終就是 他們在這些 地道文化那裡 一直都很重視 所以我不知道現在廣東省 繼續在搞廢業語 到時那個impact會有多大 這個其實都剷除了 等於一個 其實廣東省 你想想 數以億計的人口 即是如果你沒有這個 真的沒有數以 一億計 一億計 然後 這個是未登記的戶口 這是登記的戶口 是 但有些可能一億計 即是一億計的人 廣東話的人 大約是七百千萬左右 那如果 譬如說他硬要強行 將這件事壓著 或廢除的話 其實是連同文化 一起去消滅的 到時究竟 南方人的反應 或者對於這件事的接受程度 譬如有很多事情 不單止在電影 生活上有很多事情 真的是廣東話表達出來的 對 甚至乎外省人是沒有的 那你怎樣呢 如果沒有廣東話 你怎樣用一個 第二道的謊言 或者用普通話 去表達同一樣的東西 或者同一樣的習俗 或者大家做開的傳統 這個是其實有技術上的難度 所以我不只以香港傳媒 我只以南方是 南方都是 南方都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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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都剩下了 都比之前少了 其實這一輪 拳鬥、拳鬥感 你都要看定一點 大哥 不過我這一輪 都很少看香港電視 我反而開南方壞事看多 因為那些廣東話 比起香港那些 自貞康圓 對 自貞康圓 而且始終 他通俗一點 都會有 一些成語 他用字 比香港現在更豐富 廣州人也是有這些 對 如果去到廣州 你就會感覺到 對 不過第二節時間差不多 第二節我們就講一些 比較輕鬆的 有很多戲 不是啊 我可以 我不覺得 但是就是 今天都可以 你知道 其實這個節目 是free chat的 這個都挺重要的 因為可以跟進去之後 可以繼續講一下 近來有比較激烈的 比如關於這個 繁簡體字的爭論 有些知名的人物 又不知道怎樣支持 之後也可以講一下其他 靈匯 尋你都未 對 那些事務 我覺得也是一件事 其實全部事情 我覺得跟語言文化 都很有關係 近來有很多問題 都是語言文化的衝突 所以待會我們可以繼續 free chat 休息一下 休息一下 好可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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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ur calls I've tried to hear you're not near remembering when I saw your face shining my way pure timing Now I've fallen in deep, slow, silent sleep It's killing me, I'm dying To put a little bit of sunshine in your life Solid, all over you, warm sun Pose over me, solid, all over you, warm sun Now this slick fallen drift came like a gift Your body moves, every mirror And you will dry this tear Now that we're here, I'm grateful, we're not history But now I'm dry, oh thoughts, wait for the rain Then it's replaced, sun setting And suddenly you're in love with everything That day you're up, all over you, I'm not afraid When you're near, well put your eyes And suddenly you're in love with everything You're in love with everything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